接着我们来看看如何建立问答题 首先请输入单元名称与题目 设定好完成指标后 按下储存 这样问答题就完成了 同学填写完成后 您可以选按进度 在这边可以看到同学是否已经完成问答题的填写 选按上方的题目 就可以看到所有同学的回答内容 OneNote很贴心的提供放大的功能 您可以用自己觉得适合的放大倍率来看这些回答的内容 建立投票题 请输入您的单元名称与题目 设定此投票题为复选或是单选 并加入相关的选项 接着指定完成指标 完成后按下储存 这样就设定完成了 同学回答完成后 同学回答完成后 选按进度 就能看到同学参加此投票的情形 选按上方的题目 则可以看到每位同学每个选项的回答情形 由于用将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